挑家具也是有学问的 如果有更宽阔的空间 更有质感的设计 让你感觉置身在里面 就像是在艺朗充满着艺术的氛围 那么看家具是不是也很享受呢 今天我们就要请国伦总监 带我们来逛逛咯 今天进来这边感觉好特别喔 不论是灯光还是植栽 好像来到另外一个桃花园的感觉 这是非常有荣幸 就是有做机会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展场 它的室内空间大概有350坪左右 目前国内定制家具 这应该算是最大的规模 整体的空间里面 我们是希望是一个静态的 非常有氛围的空间 但是又带点动态的意象 草图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 就是川流不行 在整个空间里面我是用三条曲线 在平面图上面看就是河川的川 你应用建筑的概念把它做为三个不同的大型的一个量体 做一个空间的导引跟背景 因为我们有一个双动线 一个是正式的大门 一个是停车场的大门 旁边有一个小讲堂 平常会结合一些设计师工协会的团体 一般一些课程 在必经的位置 做了一个圆的中继停留点 它也是我们迎宾送客重要的位置 空间里面感觉特别舒服 因为都是这种清水模 水泥食材这种设计 心在进来的时候就好像沉浸下来了 做山岸空间跟住宅不太一样 重点是产品 在颜色的计划上面 我们希望把有颜色部分还给商品 用一些剧场式的灯光去辅助 提升空间跟产品之间的一个氛围 八台 它的形状啊材质都跟一般的八台不一样 听说是总监自己设计的哦 八台我们放了一个自己原创的一个雕塑作品 它是用CNC的雕刻 再加上意大利的金属涂装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的一个雕塑 像一朵云某种戒指停留在这个位置 扮演着一个迎宾凶客的角色 提高了整个空间的艺术氛围 在爱丽丝这个集团呢 加世DECO的一个部门 跟停车场的部分是一强之隔 停车场的空间呢 我们是运用了线灯 让它是一个线性的放射的 透视图线稿的概念 停车空间让它更有一些张力 软妆是像一个橱窗 一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空间 软妆陈列这个部分 因为颜色啊各方面比较多样化一点 所以我们就把颜色更放弱 运用一些多色彩多造型的多元的软妆 来去呈现这样的空间 看得出来总监跟爱丽丝集团 其实非常用心来打造这样一个很低调 但是很奢华有质感的空间 但会不会也因为是这样子 让一些人不太敢走进来呢 爱丽丝这个集团它的服务啊 产品啊价位啊 设计同业也好或是相关产业都知道 他们算是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团队 因为两位创始人他们其实都还蛮年轻的 对于家具这一个部分 对于他们的事业都充满了一个热忱 虽然我们是一个这么高雅的空间 但是它的价格各方面 以我在这个业界二十几年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亲民 它包含了家具 软妆 衣帽间 也是一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 需要的在这里你都可以完成 不用东奔西跑 它可以一次性的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这一jon子都在干th 不是恩财 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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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côté toy